各位投資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決戰主流 那麼大盤指數呢 是不是照我的規劃 大盤指數你現在看 不管是相形整理 還是說日線圖上 好像要形成一個W底的結構 想一想我馬老師講的 目前的盤是 來 你看到大盤跌24點 個股表現是不是很強勁 指數呢 大盤在8月份 好像要做個W底的結構 如果從7月份以來 好像做一個相形整理的結構 你會說馬老師 這個盤是大家很害怕 美國9月份QE的縮減 9月份縮減 為什麼要縮減 你有沒有想過 美國的寬鬆貨幣政策 如果真的開始縮減 代表經濟數字 真的在轉好 經濟基本變轉好了 那麼你說股市 會因為就這樣子大跌嗎 不可能嘛 所以台股的節奏最壞的情況 繼續整理個股表現 這種情形不要說我 說完盤以後才講 上禮拜五大盤漲37點 今天跌24點 跌幅很大嗎 你如果把台積電 今天台積電跌多少 跌一塊錢 扣掉台積電 台股沒有什麼跌 但是很多個股強攻漲停板 那麼我在上個禮拜五 我還跟各位報告 大盤指數你不用擔心 指數結構 國際股市連歐洲的法國 都還在創新高 你說台股擔心指數 有意義嗎 來開盤前我怎麼跟會員講 開盤前我告訴會員什麼 蘋果股股價上漲 占上500美元 我們的iPad mini之王 今天攻上漲停板 升級月底有政策利多 升級你看陳業一 今天攻上漲停板 行動支付第三方支付 今天全面大漲 我開盤前告訴會員 結論的這一句話 精選個股操作 勝過大盤 我還要講什麼 我還是要告訴你一句話 太弱換強 因為在這個盤式節奏裡面 你如果買到上個禮拜的穩貌 今天振興 沒有錯 跌升了 期待它能夠彈上來 給你一個好的賣價 反彈的賣點 但是它不是主流 不是這種強勢的主流股的時候 反彈上來 你還是要太弱換強 那麼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上禮拜五講的法國股市 你看看禮拜五 法國股市禮拜五 又再繼續創新高 原因是什麼 美國 歐洲的經濟面 真的在轉好 那麼關鍵重點 不在指數 我再講一次 不在指數 在個股怎麼操作 上禮拜我也跟你講過 我們把3085的九大賣掉以後 換蘋果之星 換台虹 台虹今天先做獲利落貸 為什麼 我要把股票 把資金 再換到 iPad mini之王上面來 這幾天 押回買 押回買 今天我們所推薦的 iPad mini之王 為什麼再攻漲停板 有關鍵 我上禮拜都告訴你了 來 你來看看 先我看看我們怎麼做 上禮拜 壓下來之前 上上禮拜壓回的時候 九大壓回來低接 有沒有 九大壓回來低接 哇 馬上攻漲停板 10% 然後8月8號 送給資料大家的第二天 九大跌停板 說怎麼可能 送資料的股票 會給你跌停板價格買 怎麼可能 真的 你看看 8月8號 9點05分扣出的 8月8號 9點06分 還在跌停板 真的跌停 然後8月9號 送給你資料的第三天 工漲停板 上禮拜一 8月12號 工漲停板 然後 上禮拜二 先做獲利條件賣出 有沒有跟你追蹤過 後面都有來這個18塊的附近 股價先做調節 我不是看壞它 而是 個股的資金 做完這一段 做完這一段以後 怎麼樣換下一檔股票 這就是一筆資金 怎麼樣帶會員一直去滾 去富力的 擴大 獲利的操作績效 8月13號 我把賣掉的九大 去買什麼 蘋果股 台虹 有沒有 8039的台虹 買進 8月13號 收盤收高 我說它的7月營收 最甜的蘋果股 領先反映蘋果的基本面數字 14號 繼續漲 大盤不是跌34點嗎 繼續漲 13號我講買這裡 對不對 13號買這裡 14號跟你追蹤 繼續漲 15號 大盤還跌下來 它又是開低走高 繼續漲 有沒有 15號我講的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三大法人還在繼續買 結果上禮拜五 繼續大漲 繼續大漲 今天為什麼先做調節 我知道 大家還是很看好蘋果股 但是它馬上要除息了 股價除息 我先做一個獲利調節 把資金再轉到iPad mini 2上面 來 8039的台虹 48塊7以上 很好賣 是不是 上來很好賣 先做調節 這些調節的動作重點 在於 我們代會員 同樣一筆資金 怎麼樣代會員 做完一檔 再換一檔 然後再接下去下一檔 一檔一檔的 去擴大獲利 上禮拜我就跟你預告了 我們要買iPad mini之王 為什麼買它 它的結構 跟什麼 跟台虹一樣 7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它是iPad mini供應鏈裡面 營收月增25.6% 股價 禁止比 我不是上禮拜五講的 我上禮拜五跟你講這兩點 股價逼近今年高點 壓下來壓下來再洗盤 整數關錢整理有沒有 上禮拜三 8月14號 這個地方我開始買進的時候 我怎麼告訴大家 不要說現在講 8月14號我第一天推薦 我在買iPad mini之王的時候 我怎麼告訴大家的 我們請導播把上禮拜三的VCR 再播一遍 導播請 這檔個股我們今天買進 為什麼買這檔個股 蘋果它是iPad mini的供應鏈 iPad mini之王 7月營收又在創歷史新高了 月增率25.6% 好不好 蘋果股7月營收能夠創歷史新高 買進 你看看 收盤漲停板 這裡買 有沒有 12點多買 慢慢推上去慢慢推上去 漲停 開始發動 股價才剛剛開始發動 股價很低 有沒有 上禮拜三我剛開始推薦的時候 我不是現在講 股價很低 剛剛開始發動 剛剛有沒有看過8月14號的VCR 買進工漲停板 然後呢 我在節目上還跟你講 股價很低 才剛剛開始發動 你不相信 15號我告訴你什麼 押回來不要怕 蘋果又在大漲 有沒有 逢低買進 甚至16號 上個禮拜五 我再講一次 逼近3月跟5月的高點 所以禮拜四禮拜五 上引線上引線 再做官錢整理 要往上衝了 挑戰今年新高 股價禁止比只有0.54 我上個禮拜五有沒有講 我現在如果在這邊講 你可能也不相信 我上個禮拜三禮拜五 我禮拜五的VCR 我怎麼說的 導播請播一段 8月16號禮拜五 我怎麼推薦 iPad mini之王 導播請 黑 mini之王 7月營收創歷史新高耶 比6月份月增25.6% 我們買進 14號買進 工漲停板 有沒有 14號買進 工漲停板 昨天震盪 我告訴你 蘋果大漲 你不要怕它震盪 今天還在這邊震盪洗盤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告訴你兩點 我告訴你兩點來 它這兩天在化解三月份跟五月份的高點 很逼近了 這個地方衝過去 整數關卡衝過去 今年新高價 今天我們把台宏先獲利賣掉以後 早上開高盤 我沒有追 壓回來買進 有沒有 9點10幾分 壓回來買進 我不是工漲停板去買 我開牌的時候 會把這個江波點的買點 時間給你去做證明 拉回來 我們再買 iPad mini之王 為什麼漲停板 大盤今天不是跌嗎 大盤跌24點 工漲停 我上禮拜五跟你所說的 還記不記得 上禮拜五我講 股價淨值比0.54 逼近了今年的高點附近 先做整理 先做整理 關前整數關卡 先做整理 來 對照一下 禮拜三推薦 禮拜四推薦 禮拜五推薦 今天 繼續買 繼續買 漲停 還沒有過今年高點 你知道它的股價淨值 比多少嗎 營收創歷史新高 iPad mini供應鏈 7月營收跟台虹一樣 創歷史新高 股價淨值比 竟然六成都不到 股價是淨值打六折 還不到 今天工漲停板 我們買 有沒有道理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一 押回來買 一路推薦會員 逢低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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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工漲停板 恭喜會員 今天安排明影師王 逼近的今年高點 還沒有創高 重點呢 股價淨值比才多少 是不是 這些關鍵的重點 我都是事先講 我給你推薦說 這些股票 拉回來買 你要把握住 就像是 投資朋友 上禮拜你很納悶 第三方支付 結束了嗎 看到今天 第三方支付 又大漲了 全部都有信心 全部都有了 上個禮拜五 誰跟你講 還記不記得 上個禮拜五 八月十六號 有沒有 八月十六號 來我們看這裡 iPad mini之王 下週挑戰新高 行動支付股 強攻漲停板 上禮拜五 攻漲停板 今天再漲停 這不是我禮拜五的節目嗎 大盤漲37點 我跟你說 iPad mini要挑戰新高 行動支付股 攻漲停板 今天iPad mini之王 攻漲停 行動支付股 攻漲停 節目測標 有沒有直接告訴你方向 漲停 來 上禮拜二 上禮拜二 我跟大家講的 獲利 上半年獲利七倍的是哪一檔 我們看一下 6214的金城 是不是 6214的金城 上禮拜五 來 我們再看一次 上禮拜五 攻漲停板 有沒有 上禮拜五 攻漲停板 這是哪一檔 6214的金城 今天呢 你看看 是不是攻漲停板 到收盤 6214的金城 不是今天再去追漲停 不是禮拜五去追漲停 這檔個股 為什麼那麼重要 你說金城 禮拜五漲停 禮拜一漲停 今天創破斷新高 還記不記得 八月七號八號九號 我送給大家三天 父親節快樂的禮物 第一檔股票 我禮拜五跟你講 第一檔股票 就是誰 禮拜五 來 你仔細看 禮拜五 金城上半年獲利 年增超過七倍 漲停板 今天 再攻漲停板 是不是 8月7號 8號 9號 送給父親節的禮物 第一檔股票 攻漲停 再漲停 來 當初 第三波 第三方支付的收惠股 第一檔個股 金城還拉回來 拉回來給你很好的價格買 我們當初怎麼推薦呢 來看一下 我說他率先推出 銀行行動支付 服務整體的解決方案 協助銀行 一步到位的完整服務 台灣第一個涵蓋 發卡面跟收單面 兩大方向的 行動支付解決方案 哪一檔 6214的金城 恭喜大家 今天漲停板 接下來呢 怎麼樣的special 怎麼樣的內容 今日前三名 好好把握機會 跟我線上助理聯繫 進段廣告 我們馬上回來 您有多久沒來領口了 清新的空氣 建設中的未來 看得到的幸福 如今 這裡是讓人眷戀的度假天堂 如今这里是更宽阔的幸福居所 如今这里一美梦成真 领口大不同 人生大进阶 我在新北郡 2602 0099 前女头顾马冬七师 抢转八月大获利计划 这个就不如报名中线02 27726855 27726855 前女头顾马冬七师 抢转八月大获利计划 这个就不如报名中线02 27726855 27726855 马老师 一位纵横业界16年的名师 参调以股价心理念操作主流股 懂得顺势掌握 主流大循势之变动 其闪亮技巧的实战口碑 已是市场公认的仕途老马 告诉你将股市投资交给他 将自从千党股票 找寻至宝 及避开转折风险 唯一选择 苏波主流专线02 27726855 27726855 前女头顾马冬七师 抢转八月大获利计划 这个就不如报名中线02 27726855 27726855 头疼 头疼 请用玉芬珠 爸爸 鹅牌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带友 吹记听 先用记听 五分珠 欢迎回到决战主流的现场节目 我知道投资朋友 你看到今天 大盘指数小跌 然后第三方支付又大涨的时候 很多市场的分析都会告诉你 全部都在推荐第三方支付了 我不是今天第一天推荐 大盘从7月底涨了602点 我卖掉华硕 卖掉红海以后 我就告诉你 瞄准行动大商机 从第一波第二波到第三波 一波一波印证给你看 甚至8月8号 我还送给投资朋友 500分的资料 第一档就是谁 6214的金城 你有来索取的投资朋友 六档股票 你都可以做见证 第一档就是6214的金城 也真的押回来给你买 上礼拜五谁跟你讲 上礼拜五节目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看指数没有把握 然后个股很想买 但是不知道怎么买 8月16号礼拜五 16号礼拜五 我讲的iPad mini之王 这个礼拜要挑战新高 今天涨停版 行动支付的个股 礼拜五公涨停 是谁 金城 今天再涨停 刚才我也跟你说明过 8月13号 有没有 8月13号 我们所推荐的金城 你看 拉上去 获利成长7倍 礼拜五公涨停 上礼拜 不要说现在 上个礼拜五 我在节目上 有没有 上个礼拜五 我在节目上 我怎么推荐金城的 我说8月8号 送给父亲节的 第一档个股 第一档个股 是谁 我还盖牌 8月8号 在这个位置 第一档个股 是6214的金城 6214的金城 我上礼拜五 我怎么推荐的 不要说现在 涨停版大家都有了 我礼拜五 我怎么推荐 我怎么说的 我怎么追踪持股的 来我们请导播放一段 8月16号 礼拜五的VCR 导播请 8月8号 父亲节前后三天 我送给大家 第三坡 第三坡 第三方支付的 受贿个股 第一档 还记不记得 第一档 你用来 大家投资朋友 几百分的资料 送给你 你都可以做 我马老师见证 第一档个股 今天表现怎么样 仔细看 礼拜三大盘 涨82点 他就涨半支停板 幅度比大盘还强 是不是 然后 这个13号的时候 今天大盘涨37点 他为什么供涨停板 为什么供涨停板 有没有先送给大家 这不是我现在讲的 上个礼拜 送给大家 父亲节 全天下的父亲节 88节快乐 第一档股票 今天供涨停 有没有印证 我礼拜五在推荐 不是说今天看到 金城第二支 供涨停板 创了破断新高 再跟你讲说 我去追涨停板 来给你推荐 之前我送给大家 公体解决方案 有没有 台湾第一个涵盖发卡面 跟收单面 两大方向 行动支付解决方案 有没有道理 你在礼拜五的时候 节目上谁告诉你 行动支付股 强供涨停板 金城 是不是上半年获利 年增育七倍 金城的获利 然后呢 礼拜五供涨停板 今天再供涨停板 再创波段新高 你看看 为什么一开盘 供涨停板锁起来了 有没有给你持续推荐上来 这一段行情 你看到金城 哇 礼拜五涨停 今天又供涨停板 连续两根供涨停板 再创波段新高 那我会没有带会员买 8月6号 7号 8号 其实押回来 你看看 当初我们建议会员买 这些的利多 都可以做证明 有没有 13号 继续涨 这两天 供涨停板 有没有创新高 不是只有如此 我之前跟你推荐的第一档 金城 金城 礼拜五涨停 礼拜一涨停 第四档 应用软体股 第三方支付应用软体股 当初我们推荐的时候 押回平板附近买 买完 马上拉涨停板 然后拉回来整理一下 今天你看到 这个应用软体股 收盘再攻涨停板 哪一档 第四档股票 第四档股票 今天又攻涨停板 这就是我推荐停板 这就是我推荐的内容 我也送给大家 很多投资朋友说 行情不好做 行情个股不好选 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的受惠股 金城 涨停 九大我们也换掉了 是不是 第四档股票 今天 攻涨停板 不是很好吗 反而是投资朋友 我知道 你说老师 你为什么你手上的股票 不会涨 你有没有太弱换墙 上个礼拜 怎么会出现一个 稳貌 你看 整理整理破底跌下来 我说反弹上来 不是给你追的 这个股票在往下回 我们所推荐的股票 金城在攻涨停板 8039的台虹 今天我先获利了 这一段行情在往上攻 结果你买的是 稳貌 很多人在抢短 我知道 上礼拜四 很多人抢短 怎么办 有没有赚钱 今天很多人在抢买 振兴 我知道 振兴的股价杀到跌停板 有它基本面的弱势 它不是主流 你真的要买主流 你看到 六二一四的金城 工涨停板 接下来 苹果股 我跟你追踪了 我说 八月份 第三方支付 苹果股 一个一个接的上涨 有没有 苹果股 我推荐苹果之星 台虹 我今天获利卖掉了 苹果股 一路往上走 八月十五号 苹果 美国道琼大跌 我说苹果抗跌 五百块 再挑战五百块 你看看 礼拜五 苹果正式占上五百块 迎接九月的心机利多 当初我们所推荐的个股里面 我们为什么 把苹果卖掉之后 台虹卖掉之后 去买iPad mini之王 今天工掌停板 是不是 今天工掌停板 上礼拜五所说的内容 今天为什么 还没有过高 股价净值比只有0.58 很低耶 你要跟上我马老师的脚步 有方法 有技巧 今天前三名 Special 跟我现场助理 职业联系 也祝您明天 套牌顺利 本公司 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发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发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做好环境清洁 清除积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革乐的威胁 回了我的家 就没有千千万万个我了 前女头裤 马通知师 抢转八月大获利计划 这个节目 报名 谢谢0.27726855 27726855 前女头裤 马通知师 抢转八月大获利计划 这个节目报名 谢谢0.27726855 27726855 人生 不外乎就是追求 生活中的温饱 投资理财 想要的就是 迅速累积财富 前女头裤 聚集股市 最负责任的投资专家 结合心理 筹网 产业 技术各个面向 在讯息万变的苦润海中 带领各位 杀出重围 获利致富 随便前景 前程四景 速播服务专线 0.27726855 27726855 前女头裤 马通知师 抢转八月大获利计划 一个节目报名 通线0.27726855 27726855 遇人逆水不慌张 就逆五步心中放 叫叫声抛滑 叫大声呼叫 主播服务专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